腹腔镜卵巢打孔术危害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张雪玉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妇科主人医师 腹腔镜卵巢打孔 这是前几年新的一个治疗多囊卵巢综合症的一个方法 就是在增大的卵巢 有多囊的卵巢进行这个打孔 那么打孔的目的是 是让以后的月经规律 然后让它来排卵 是治疗多囊卵巢综合症的一个手术方法 目前来说呢 这个卵巢打孔的手术做的少了 为什么不用了呢 主要就是激光或者是电磷 会总伤这个卵巢的皮脂 那么对这个卵炮有损伤 所以呢 这种手术减少了 那么再一个就是 这个打孔的卵巢呢 容易粘连 那么你在卵巢上打了孔以后呢 它就有这个创伤 那么有了创伤以后呢 它就跟周围的组织有粘连 那么有了粘连了以后呢 输蓝管的活动呀 就不好了 那么就会引起这个粘连 就会引起这个新的补运 所以目前来说呢 我们卵巢打孔的手术呢 做的非常的少了 那么主要是对卵巢皮脂的一个损伤 还有就是会出现这个粘连 那么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